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5月8日 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是4月初一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我們今節要跟大家 繼續 討論一個 是中國大陸近日相當熱門的話題 由這個話題也開始 引申出 其他的問題 包括香港 很多人也有留意這宗事件 這個叫做中國大陸的叛貓事件 而在香港剛剛也發生了 這宗叫做港大Occamp事件 掀起了這個 男女 大混戰 即是主張男權 還有主張女權的人 各自叫陣 不可能會再另抽節數 同時間講回香港那邊的馬節 不過這一節 要集中講中國大陸這個部分 因為中國大陸這個部分 也繼續 持續發酵 整件事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事源 在一個中國大陸的 21歲 遊戲機高手 這個 網名叫做笨貓 他 是因為 被這個女朋友 無情對待 在這兩年 被對方徹底掌桿 跟對方交往了兩年 結果 是向對方 奉上了200多萬 仍然 被對方 冷酷無情地 拋棄 最終向他提出分手 結果 是 叛貓 21歲 打機手 結果選擇 從重慶大橋 上面跳下來 這件事在中國大陸 是引起欠然大波 更加觸發了這個悼念潮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蠟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真的做得很辛苦 因為本來我們正在用的那個 是一個大的頻道 是40多萬訂閱 現在我們只能夠被迫用這個 後備的頻道 叫做星期二日報 當然我們 其實真的做得比以前困難了很多 但是我們仍然是很努力去做 所以希望大家 盡力支持 記得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們的經營的方式 希望大家盡量幫忙 支持 當然我們仍然有收費的部分 亦都希望大家 如果你能力許可 是鼎力支持 這個是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仍然會有 獨家優先的節目放在裡面 希望大家可以的 盡力支持 我們亦都 希望大家是安裝VPN的 請透過本台的連結 下載 還有 購買VPN 對大家的網絡安全也有幫助 繼續說回中國大陸這個事件 罵戰很簡單的 在香港這個部分 就是繼續 男士覺得相當之委屈的 到底 香港的男士是不是真的委屈呢 我昨天也跟大家說了 這種案件 當然我是用分析案件的角度去討論 不是討論 香港男女平平等的問題 如果你問我 其實我的答案很簡單 男女本身就不相同 不相同的東西會不會平等呢 不相同的東西 理論上應該追求平等 但是不相同的東西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肯定 是平等極 還是有很多紅溝 我們也預算了這個問題 將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辯論 不過仍然不要緊 有趣的是 很多時候我作為一個男士 討論這些問題 我也不是太站在 所謂女權的這一邊 但是有趣的地方 是我們絕大多數的女士的聽眾 都不覺得我們說話有任何反感的地方 因為我們 通常 只是以事論事 按照這個實際情況 討論 其中一個原因 想告訴 很多 不過我們年輕聽眾其實不是很多 不過不要緊 照說 其實如果你的年紀又回到差不多 好像我們 那個年紀又或者再大一點 又或者很多已經結婚了 其實那個男女之間 那個討論 包括 給對方騙錢 誰比較好 男的抽女的水 還是女的抽男的水 其實到了我們那個年紀 很多事情是體化了 你真的問我 其實我坦白回答你 男女是沒有分別 兩邊 的人渣 比例是差不多 你用生物學的角度想想就知道了 為甚麼我們會有兩性呢 沒有可能有一邊 兩邊 肯定是會傾側的 其實這個設計 大致上兩邊是平等 不是在說 權利平等 是在說 在優勢上面 就是說如果你說有一邊 優勢很明顯壓倒另一邊 那麼兩性就不存在了 很明顯生物學的角度告訴你 兩性的設計 大致上大家 是不會 可以在 所有事情上面徹底壓倒對方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辯論 其實很多時候 有很多是叫做諸事八卦的問題 多個 真的是男士對還是女士對的問題 不過當然 香港有部分的女權分子 他們提出的論點也相當恐怖 比起環保組織更加恐怖 這些東西 是應該要反對的 即是他們提倡的東西 根本不是平權來的 是霸權來的 叫男士幫他做奴隸 說回這個中國笨貓 這個笨貓 就是無情地 向他的女朋友奉獻了200多萬 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笨貓的人 是有問題的 我不會徹底因為他是男星 就說他每樣東西都適合 如果你不是過度中容 你的女朋友 其實也未必會發生這件事 而且對方 對你根本沒有任何的愛 你用多少金錢堆砌下去 其實也沒有意思的 所以 真的告訴大家 就算你年紀大也是一樣的 所謂成長 就是到底你能不能看得化這個問題 感情不能勉強的 從小到大都會說的 你問一下自己就知道了 你小時候不喜歡的人 你是沒有可能大過了 你會忽然之間喜歡那種人 最簡單 你喜歡瘦的人 我不喜歡肥的人 你不會過了兩年會有改變的 你喜歡肥的人 不喜歡瘦的人 喜歡高的人 不喜歡矮的人 你無論過了10年也好 20年也好 是不會有改變的 你自己問一下自己你就知道了 同樣地 為甚麼你覺得愛情會有改變呢 是不是 他是不喜歡你 不會因為你給他多錢 他會喜歡你的 你猜你回大陸嗎 不是說國內居民 是說國內風月場所 如果連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用了很長的時間也不明白 其實是沒有人幫到你的 即是跟你 自己心甘情願 是被詐騙的一樣 從另一個心理學的角度去說 一向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說法 或是有句言語 你 與其去改變別人 那麼痛苦 你不如改變自己 大家都發現到 其實你要改變別人的想法 是沒有可能的事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他不會因為 本身不喜歡你 跟你相處了兩年三年 好像看劇集一樣 對你越來越有好感 其實是不會的 雖然有些情況 可能我以前覺得 某種類型的人很討厭 可能後來覺得他的人也不是那麼差 沒有那麼討厭他 但是距離我喜歡他 其實是相差十萬八千里的 簡單來說 我們喜歡甚麼人 不喜歡甚麼人的類型 基本上是與生俱來 一早就決定了 所以如果你好愚蠢地以為用 金錢和物質可以令到對方 對你有愛 這件事 錯到不能再錯 說回這個叛貓事件 由於中國內地有大量的網民 痛心這個叛貓 可能有很多男性網民 覺得他慘遭 這個女朋友欺負 也在他 尋短之前 他最後 寫 他說我想吃麥當勞 於是 有很多人自發悼念他 是叫外賣 是給他 是擺在現場的 竟然觸發了中國大陸的外賣 是空心彈事件 原來他們點餐 真金白銀給錢 叫外賣 竟然外賣公司 明知道 其實 是擺在現場 不是真的被人吃 竟然外賣公司 是把食物 變成空心彈 即是裏面沒有餡 根本是空盒 這個21歲的笨貓 為了討論他女朋友的歡心 每天瘋狂在打遊戲 在賺錢 更加悲慘的是這個笨貓為了省錢 剩下錢給女朋友 他自己叫外賣 也是在用10元人民幣 真的慘了 10元人民幣 我真的吃不到麥當勞 麥當勞 我想便宜 也要3、4磅 應該不止 正正常常要點一個餐 也要6、7磅 結果有大量的人 痛心 想悼念這個笨貓 幫他 在現場叫外賣 當是悼念他 好像獻花一樣 結果竟然 喊的外賣 全部 是空心彈來的 裏面全部是無聊道 除了一間之外 竟然最有良心的 是麥當勞 麥當勞喊的外賣 裏面是真的有餡給你的 結果中國大陸的網民 再一次是憤怒大爆發 想不到這個笨貓 走了之後 還要被這些外賣 無恥地欺騙 連他已經走了 想喊個外賣 真金白銀有給錢 竟然 都是送空氣過去 後來調查就是以下的品牌出述 包括茶百度 華萊士 豬小小螺絲粉 牛藥寶 大部分的這些 店鋪是緊急發聲明道歉的 又說要把 員工開巡 在中國大陸 打機能夠賺錢 也算厲害了 但是真是好境不常 現在中國大陸 在習近平 應該叫做200斤 200斤字下 打機 想創你的心 因為 他說這些叫精神鴉片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 這個叫做 是電競行業 本來是很多年輕人的夢想來的 就是打機打到可以變成職業 現在是徹底 是把這個行業差不多 摧毀了 如果你問我 我都會覺得如果竟然打機可以變成職業 這件事對很多小時候有打機的人來說 不要說是小時候 現在還會打 久不久就會打 對很多人來說 這個簡直是一個夢想來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要把打機變成職業的話 你 是要非常專業才行的 跟你做所有事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那樣東西要變成工作 他 就要 做得非常專業 而且 當那樣東西變成工作之後 坦白告訴你 無論你多喜歡那樣東西 你也不會再 愛他 只會變成是你的工作 你愛他的是因為你尊重這份工作 他不再是你的娛樂 娛樂是沒有辦法變成工作 他變了工作 他就不再是你的娛樂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亦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 Wire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Gmail Gmail